我把剛剛的那個插入年複製貼過來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Sup名稱不能一模一樣 所以一定要改個名稱 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訊息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地方插入 改成插入區的話 那你的工作的流程需求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比照 我的習慣是把Visual Better 浮在上面這樣看 這樣看其實就還蠻直覺的 你就看一下 第一個需不需要在 剛剛是低欄的地方插入一個空白欄 可是問題 目前這邊就空的 你幹嘛還在插入 所以有 這一個動作其實是可以不要的 不用插入欄 OK 有沒有 所以 那可是這個地方應該要輸入一個字吧 輸入什麼字 輸入那個區嘛 那怎麼輸入 很簡單嘛 把那個儲存格 有沒有 儲存格本來是D1 把它改成G1比較好了 然後輸入什麼東西呢 輸入區比較好了 那再來的話公式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Mid不是Labs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複製一個工作表 就主要是可以直接拿這邊的公式 複製一下 有沒有 然後複製完記得取消 你才可以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取消 然後再切到這邊來 它就切過來了 然後你就把公式貼上來就OK了 這邊就有了 那最後的話填滿 放個位置記得 儲存格不是D 應該是G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然後 填滿 D改成G 這樣就OK了 所以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少了一個插入欄 這個順序當然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1 然後這邊改成2 這邊改成3 所以插入區好像比較簡單 這邊自己再改一下 我就不改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結果能不能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那你可以直接Run一下 直接按一下執行 只要在這個Sub跟EndSub中間 其中一個地方點一下 按上面的執行 你會發現區就出現了 還滿快的有沒有 所以其實不需要重錄 所以有的時候 假如那個動作都差不多的話 你錄一個其他用改的 就OK了 所以 好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 錄接到 錄接到其實也一樣嘛 所以呢 只要把這個插入區按複製 然後最後的話這邊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錄接到 只是說那個錄接到的公式很長 可能會比較會需要注意的 其他應該都一樣 所以做法上雷同 那我就是把插入區 這一段程式複製貼下來改 那改的部分一樣嘛 把那個 這個地方應該是什麼 改成H啦 所以其實你看到G全部改成H 所以第一步把G全部改成H 所以後面一樣 這應該比較簡單 那比較難的應該就是說 我要把那個一大串公式 直接貼到雙引號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錄接到 直接拿這個來call 這個直接貼過來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這一個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公式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公式部分的話我們 其實我剛剛也一樣 我又把它複製一個一樣的工作表在旁邊 那它的公式在這邊 或者你拿之前的上課 或者雲端上其實有公式 那如果假設呢 我要把這一串公式怎麼樣 複製 再貼到 記得要貼過去一定要取消 然後再貼到這個V就貼這個 把它貼到這邊來 不過會有一個另外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VBA裡面的前後雙引號 是用來代表文字的開始 跟文字的結束 那可是有沒有看到 在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這個公式 貼到這邊來的時候 它一定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 它會告訴你說 我看不懂耶 你這個東西裡面為什麼有一些符號是 就是文字的開始 但是你其實不是要做那個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你現在直接貼過來的話 你會發現直接貼上 你如果把它移開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 你會發現它會指這裡 我看不懂耶 你這個地方為什麼有個頭有個尾 但是其實你並不是要指 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結尾 那表示說呢 這個公式如果裡面假如有雙引號的話 請記得有個規則 就是呢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如果你要貼到VBA裡面 你記得要把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雙引號 OK 才會是正確的喔 所以你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貼上之後 直接再把這個有沒有 零的前後有沒有 零再補一個 尾巴再補一個 然後零也是一樣 不過這裡好像補好多 所以以我的習慣喔 我之前是自己慢慢補啦 可是後來發現實在太多了 浪費時間 而且很容易出錯 常常漏了一個就錯了 所以我另外有個方法 就是說呢 我乾脆直接用那個 就是記事本 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Windows裡面 不是有個 Windows複製用的 裡面有個叫記事本的東西 那我就是把剛的公式 先貼到記事本之後呢 利用記事本裡面有個功能 就是取代 那取代的話呢 我就跟他講說 幫我把裡面只要有一個 雙引號的符號 幫我把它變成兩個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比較簡單嘛 那你只要按一下全部取代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裡面只要有 雙引號的部分 就變成兩個了 那我只要把它改成兩個雙引號之後 再貼到VBA裡面 那就不會出錯了 OK喔 把它全部取代 好 然後把它關掉 再把這個公式 再把它選起來 選選 然後複製一下 也就是說呢 透過記事本 把它取代完之後 再貼到這個 我們Visual Basic的 入階道的這個SUB 記得是這邊有沒有 H2放這個公式 是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取代完了 所以我把它直接貼 那你會發現喔 貼完之後呢 假設你把游標移開 沒有錯誤的話 那恭喜你應該是對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為什麼是對的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0 有沒有 如果你直接貼一定是 只有一個單引號 會出錯 可是如果你用取代的 變成兩個雙引號的話 它就不會出錯了 然後這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這比較特殊喔 主要原因當然可以理解啦 因為雙引號VBA 就是已經把它拿來當文字的開始 文字的結束 可是這個公式本身也用到雙引號 變成什麼 重複了 那到底要怎麼去 這個這個 知道說到底是公式的還是VBA 那就用兩個雙引號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路接到的這個部分 再RUN一下 所以把它切到這邊是沒做的 把它RUN RUN的話一樣 游標放在SUB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SUB跟ANDSUB 然後並且把它RUN一下 這個路接到就OK了 所以其實倒也沒做太多事情 我們前面主要是錄一個插路黏 然後把它精簡的 但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精簡可不可以 不精簡也可以啦 可是看了就不舒服就對了 像我的習慣我們看到 就好像桌面亂亂的 我總會學 我至少要做事之前 我先把它整理乾淨一點 再開始吧 感覺好像舒服一點 如果你亂亂的感覺 還是可以做事 但是做起來就覺得心情 好像會受到一點影響 OK喔 好 不改沒關係啦 當然改了之後會更好 OK 因為你改完之後你會發現 你再把它改成插路區 就簡單的 其實插路區 但也沒改太多地方 把這一個區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這個不要 然後把裡面的D 全部都改成區 有沒有 然後把公式呢 直接貼過來改 就插路區OK 那插路路接到的話呢 一樣的道理 只是改什麼 這個地方公式 如果裡面有一個單引號 記得用記事本取代成兩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我做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這邊就有三個了 三個欄位了 這樣我後面要做書納分析表 跟書納分析圖 就簡單了 以後如果說 假如我更新資料之後呢 我也不需要再來一遍 不然的話要插入三個欄 然後要把公式再輸入一遍 浪費時間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想說一次 就可以把這三個欄位一次做完的話 那怎麼把它串在一起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 這個插路區跟插路路接到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這三個 SUB 全部變成一個SUB OK 試一下